拉著行李箱 手提包包 壯闊臺灣聯盟的創辦人吳亦農 從波蘭華沙出發 在火車上待了將近二十個小時 終於抵達基輔車站 可以看到 這是別人家裡的客廳 書架都還在 書架裡面的書都還在 吳亦農上週前往當地 與非政府組織交流 路途中也看見了被戰爭摧毀的民宅 原本完整的家在俄羅斯坦克經過後 現在只剩斷源殘壁 另外在基輔北邊的重要道路上 可以看到還擺著水泥以及鋼筋路障 隨時可以阻擋移動的敵軍 這次拜訪的公民團體 橫跨智庫 科技 教育 慈善等領域 透過進去觀察烏克蘭 在面對極端的人為戰事時 公民團體是如何支援民間防護工作 同時擔任國防事務的後盾 吳亦農也說 烏克蘭以極高成本 換來的種種經驗 值得臺灣全體社會 特別是國防安全單位 嚴肅面對